哈囉大家好我是FFI好久不見了各位來吧 完蛋了今天又這麼晚了 我真心覺得我很像應該這樣子就好了 今天我覺得應該是高機率不會播啦 好了沒關係我們還是來跟大家看一下雷雲骰子的改版吧 他的強化其實也是強化的蠻暴力的 就是單純的增加他的能力值而已 沒有調整他任何的特性 不能說特性 沒有調整他任何的機制 雷雲骰子基本範圍增加 很像增加原本是5%嘛 現在增加10% 生版的話可以變140% 然後閃電能量的恢復增加1.5倍 不過這個是我們永遠看不到的一個數字 他的閃電滿是多少 增加每秒又是多少 原本是多少都不知道 他說什麼就算什麼 我覺得這個東西算是RD的一個必定 很多骰子都有一些隱藏的東西沒有辦法看到 像這個就是一個 然後再來是暴風雨發動時增加範圍內的閃電傷害 這個東西我們之後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因為我們先給他看一下 我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就單純拿來玩我們的傷害能夠 不要說傷害 我們能夠打到第幾回合 因為這個骰子要看的話 我們還要去訓練模式看 然後去一個一個的拆解才可以 不然的話我是蠻好奇 這個暴風雨發動的時候 因為之前是3倍嘛對不對 我基本打900 我基本打300 在暴風雨那範圍 然後我又發動暴風雨的話 總共會變成3倍900 那現在變成幾倍 又或許說他又偷偷講 他又偷偷沒有講說 他是把其他的雷雲也放到這個暴風雨裡面 如果是後者的話就會很像 如果是前者的話 就只是單純變強而已 對就是單純變強而已 好啦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那我這時候還是給他用上了雲層小丑雙層掌 就是目前最標準的雲層啦 那對面的話是日月小手雙層掌 那這個時候這個隊伍正常而言是不會出現 那為什麼會出現呢 沒錯是觀眾場啦 我只是來拍一下 來感受一下這個隊伍 能夠給他打到哪裡 所以我不會特別的去搞對方 我只是想看我這一隊 單純的生存可以生存到哪裡而已 那我們這次要生存的話 我還是選擇了用沙圖啦 因為我還是覺得 用光靈鏡跟用上這個圖的話 我還是覺得沙圖可能會好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我就可以拖比較遠 是不是比較多機會呢 雖然說光靈鏡是有機會 一口氣把別人封到死 對可是封到死 好啦沒關係 那是之後的事情之後再說 不然的話或許 用魔法圖不行 魔法圖是完全不搭這個圖的 對完完全全不搭 好啦現在來到第三回合了 是史萊姆 那一樣啊 前幾回合都非常非常的兇散 而且他的範圍更大了 大到我現在還沒點到LVMAX 他的那個範圍就已經覆蓋到 怪物剛出生那個點了 原本其實還沒有 原本怪物剛出生那個點 他是往前走了一點點才會碰到雷 然後才被雷電到 現在是直接包在裡面了 然後完全升滿之後呢 連中間 連第二顆 對就左下角數過來的第二顆也碰到了 可惜的是他還是沒有辦法 所有的雷雲都集中在同一顆 如果可以的話呢 這樣是不是可以讓傷害在往上增加 然後我能量消耗呢 就一致消耗兩條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或許還有機會讓他打在其他地方 不然的話呢 他到後面等一下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這邊撐到這個隊伍沒有辦法維持 因為對面是日月嘛 對面再爛再爛都打到狂暴 不會是問題的啦 而我這裡呢 如果這隊可以給他打到狂暴的話 喔那這個中紀旅的搞事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噁心了 對 我覺得他乾脆就給他搞到13回合內的搞事好了 反正他要搭配的就是沒有那麼強勢的搞事嘛 你不可能搭配流動嘛 你不可能搭配 沒有很像只有流動不能搭配而已對不對 不能攻擊的搞事實在目前很像只有流動 因為連時間都可以攻擊了 所以其實搭配時間很像也可以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對上時間 那對面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我要七星時間才有用 而且還要遇到他會怕的網才有用 對啊 那就再說 而且我也只能打到第一 我這邊也剛剛說過吧 我打到第八回合對不對 好啦現在來到第五關了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我們的傷害還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再配上暴風雨的話 我們沒有配上暴風雨是可以打到14萬 配上了暴風雨 剛剛是不是有瞬間有來到15萬 等一下這個傷害有這麼高嗎 對19萬耶 小兵的血量也才20萬 我打到第五回合這個時候還可以平常的去打 那我想問一下那颱風怎麼辦 好啦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你改了一個然後覆蓋掉那個骰子的專門的地方之後 那就想按另外一顆骰子怎麼辦 我現在有這顆骰子我為什麼要用颱風 颱風的話就變成說初期搞事的隊伍在用的 那初期搞事的隊伍又有更初期的就是 零回合搞事OTK的暗殺隊伍在啊 所以颱風只在五回合的OTK 那五回OTK那我不如還是用這個隊伍嘛對不對 而這個隊伍還不需要擔心說場上沒有一個高性的颱風骰 我只要有一顆在那個傷害就非常非常的噁心 好啦我現在五星的雷雲打下去是有來到28萬是真的假的 28萬應該是上面那顆七星雷雲的傷害吧 所以這28萬 如果雷雲下去的話應該是有破百萬了吧 因為原本三倍的話應該就來到87萬 87萬那好像沒有很高耶 那才到87萬而已 好啦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能量主要還是耗掉某一條 某一條有的能量啊前面的那一條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看起來好像耗掉兩條 但是主要是因為七星的能量沒了 才會耗掉四星五星的能量 那六星的能量就一直給他卡在那邊 欸反正我是蠻詭異的 好啦可以看到我們第六回合 輕輕鬆鬆的處理掉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傷害夠多的關係 因為其實硬要講的話 那個怪物的速度還是一樣 他也沒有任何加速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原本第六回合就會撐到底 而第七回合是到極限中的極限 可是我們現在很像還算遊刃有餘啦 除了那個轉角我們沒有放上任何雷雲以外 好啦那現在怪物的血量已經來到94萬8千了 那我們現在電一下剛剛瞬間是有看到破百萬的傷害 沒有錯啦 好啦第七回合還算可以 我們這邊還剩下十幾秒鐘 但是其實硬要講的話 他雖然說可以啦 但是也只多了兩回合 而且這個回合數 基本上我已經沒有那個精力再去搞人了 對我已經沒有那個精力再去搞人了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其實還算是不能用 好第七回合我這邊被猴了一下 不過這個猴對我來說還算不錯 我有機會搞一下對方 我有兩個六星 兩個六星合上去 沒有任何 哎呦啊對方還是有點亮 如果對方剛剛沒點亮的話 我覺得就爆掉了 但是對面的月亮被我封起來了 哎呦啊這個傷害還是有在啦 只不過我要這個地方撐到這個回合數我覺得有點難 至少他可以無痛的打到狂暴回合了 到第八回合還剩下最後的十幾秒鐘 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都已經配上沙圖了 如果配上沙圖還沒有機會的話 配上其他圖應該是完全不可能的 3 2 1 到了 好啦真的是沒有機會 對真的沒有機會 我們的極限真的就只到第八回合而已 那真的要用這張圖嗎 哎其實我還是覺得用光靈鏡比較好 有沒有發現我自己打臉自己 好啦我只是想看看這個地圖配上這個隊伍能夠打到哪裡 因為畢竟我還是希望他能夠 如果他這個狀況可以打到十三回合的話 我就會推這張圖 但是沒有辦法 他只打到第八回合 所以說我們還是來給他看一下光靈鏡的用途唄 好那我們來給他看一下光靈鏡的部分 那光靈鏡的話我這邊也是沒有刻意去搞對方 主要也是來給他感受一下 我們光靈鏡單純活下去的話能夠活到哪裡 但我覺得還是蠻明顯的 那其實硬要講的話 雷雲不就沒更新了 哈哈哈 結果在這個改動之下其實他的更新沒有到很大 對他的傷害變高 但是在PVP的狀況很像還好 或許硬要講的話就是可以更穩定的第六回合 可以看到對面是用地獄在搞我 地獄在搞我我這個狀況還可以撐到這裡 正常一點都應該已經要用其他地圖了 可能我第五回合就倒了 他就是會變成說非常穩定的到第六回合 那至於第六回合之後還是會被搞爆 還要撐15秒鐘 就算對面今天沒有地獄 除非有場上的雲要夠多 不然的話應該是沒有任何的機會才對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雷雲的更新 我個人覺得他應該還要再調整一下 但是這次調整之後 我覺得他應該是暫時不會去調整他的 有一點可惜啦 我還是蠻期待說他可以增加一個 那個叫什麼 趴傷 對如果他增加一個趴傷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比較好用一點點 不然的話 RD官方應該就是沒有讓這顆出現在PVE的意思 有啦 如果你今天抽到這顆的話 就是新手抽到這顆 會比抽到爆那個颱風還要來的兇 對只要有一顆的話 在場上就非常非常的噁心 所以這次改版的話 其實過熱可以新手用 更大力穩定13回合 可是就有點危險 然後這顆的話就是更穩定的6回合8回合 但是過了就沒了 對好啦以上就是這次更新的雷雲骰子的部分 我們之後還會再調整一下 好 再拍幾支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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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